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學習筆記 我是賓周 那我們今天這集節目要來接續左派右派系列 來繼續跟大家探討問題 那我們上次跟大家推薦過一本書叫做大辯論 那這本書呢是作者他是圍繞著18世紀 兩個重要的英國思想家潘恩跟博克 分別是激進派跟保守派的代表 他們針對美國獨立跟法國大革命 所激起的一場世紀大辯論 那大家一定會講說這個18世紀的辯論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有關係 其實我們現在的很多的想法 激進派跟保守派 左派跟右派的很多價值觀念 對比的觀念 其實都是從18世紀延續下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為我們現在奠定了基礎 那我們今天這集節目要聚焦於 他們的思維方式來討論問題 那我們現在要來談博克跟潘恩在思維方式上的不一樣 這個西方人稱他叫做知識論 所謂的知識論就是認為說 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 取得知識的方式的不同 那在西方的近代傳統當中 有兩大傳統 一個叫做理性主義 一個叫做經驗主義 那所謂的理性主義呢 它是指知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那經驗主義呢 它指知識是從地上長出來的 那首先我們來看所謂的理性主義 什麼叫做理性主義呢 理性主義就是掌握了原則 你就掌握了整個世界 這個理性主義的思維 仿佛是一個人飛到了高空當中俯瞰這個世界 用上帝的角度俯瞰這個世界 然後呢俯瞰的時候 你仿佛掌握了這個世界的運作法則 然後你回到地面 把這個世界運作的法則 拿到你所生存的世界當中去運作 所以這個應用到潘恩 它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對於潘恩來講 他建構他政治哲學的方式 就是認為說 我們適用於人類的法則 比如說是人人平等 這種平等主義的思想 然後呢這種法則呢 人類運作的法則就把它寫進憲法當中 然後成為指引人類政治生活的一個基本法則 所以對潘恩來講 什麼是典範呢 其實美國憲法寫進了人人平等 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 也寫進了人人平等的這種原則 這就是所謂的 他掌握了一套原理原則 應用到人類政治生活當中 最典型的例子 這個東西我要再解釋一下就是說 他們有這種思維 其實是來自於啟蒙主義 西方近代以來 自從這個科學革命之後 我們知道這種 牛頓地學原理 他對於自然世界 物理學 他掌握了一套公式 然後這一套公式呢 就可以用來掌握 自然世界的一切的物理現象 那這個應用到人文社會科學上面 觀察人類世界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對於這些處理政治問題的人來講呢 他們認為解決人類世界的問題的方式 也是這個樣子的 我掌握了人類世界的原則 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呢 我們人類世界按照這個原則 下去運作就可以了 那我們在潘恩的理性主義思維當中 要插出一個子題來談就是說 那既然潘恩認為把原理原則 寫進人類憲法 成為後代政治運作的一個法則 那這是不是永久呢 對於潘恩來講 那也不是這樣 我們以後會談到這個世代政治的問題 那對於潘恩來講 其實不同的時間點 他的具體的情境跟處境 會有所變遷 所以潘恩他也認為 雖然寫了一部憲法在那 但是允許進行修憲 為什麼要進行修憲呢 因為隨著不同的時代 生存的不同的人 他們的時代會進步 他們面臨的問題也會不一樣 所以你的原理原則可以做一些微調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所有成文憲法的國家 都有憲法修正案 你通過修憲的這個方式 去與時俱進的 讓這個憲法適應不同的年代的變遷 那這就是潘恩所認為的 雖然人類的理性 可以掌握到世界的運作的法則了 但是這個世界它會變遷 所以你觀察世界的方式 你觀察處理世界的這個原理原則 也勢必要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遷 那這就是理性主義正知 潘恩他所發展出來的這種價值觀念 我們接下來來看經驗主義 那伯克他所用的思維方式 就是用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 怎麼說呢 這個經驗主義他認為 人類的智慧或者是知識 它是來自於生活經驗的 那對於伯克來說 取得知識的方式 不是只是用人類理性思維 不是在那邊用數理公式的思維 取得一個公式 彷彿你就掌握了全世界 不是這樣掌握世界的 伯克他會跟你說 世界遠比你想像的來得複雜 為什麼很複雜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他不只是有理性 他有情感 他會呼吼 他會哭泣 他會哀嚎 所以伯克他認為掌握世界的方式 你就是要去從每一個 個體的經驗當中 去掌握世界 那這是經驗主義 他強調實踐智慧 就在伯克之前 古希臘有一個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政治學不是給年輕人學的 為什麼呢 因為政治學 它需要很多的人生經驗 那你這個年輕人 這個完全沒有人生經驗 對於人不了解 你只有學了很多抽象的學問 所以你根本不適合學政治學 伯克也是這樣 伯克認為這個知識 與其說是知識 不如說是智慧 而且這種智慧是來自於實踐 叫做實踐智慧 那這個實踐智慧呢 其實它有兩個來源 第一個是從先人流傳下來 第二個是從極重人的智慧 那首先呢 什麼叫先人流傳下來的智慧 我們知道這種伯克這一派的這種思想家 保守主義思想家 很重視傳統跟歷史 因為他是從英國出發的 英國他有很優良的憲政傳統 他經過1215年這個 簽訂的大憲章 限制國王權力以後 到1689年 簽這個權力法案 成為近代英國民主的這個起源 還有保障人民財產權的這個起源嘛 所以伯克認為 這個前人給你留下很好的智慧 前人經過一點一滴的走路 跌倒了然後他去修正他的道路 然後留下他的智慧遺產 在英國的憲政的文獻當中 所以這是先人的智慧 你不可以打破啊 英國另外有一個就是 我們知道現在講這個 所謂的習慣法的傳統 我們知道在英美法系的國家 他們在判決基本上是用判例 不像是我們現在用大陸法系 這種成文法律的國家 我們是有明確的明文法典 規定這個法律 可是英國他們是用判例的 那這個判例就是說前人他看不同的情境 依據不同的習慣 所視情況而做的這個判決 然後可以成為一段時間 人們所援引的判例 判決依據 這個就是前人所留下來的智慧 另外一個前人留下來智慧的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很有名的陪審團制度 為什麼在英國跟美國這樣的國家 他們要用陪審團制度呢 因為他們認為智慧是集中人之思考而來的 所以這就是要講到第二點就是說 智慧是一種集體的結晶 那陪審團制度是其中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說 博客他很難想像 我們現代人對於政黨這個東西 是很負面的 我覺得政黨就是在搞自己的派系 各自的利益 可是博客給政黨很正面的評價 他可以說是近代英國思想當中 首位或者少數 給政黨政治積極正面評價 他認為政黨是誰組成的一群有政治經驗的政治人物 所組成的 那他們根據自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問題的局限 可是大家集合在一起討論 可以討論出集中人的智慧 對於國家最好的事情 他們可以看出什麼對於我們國家 英國這個國家來講是最好的 所以他們這個經驗主義在思考問題是很不一樣的 他們認為這個智慧是從基層 從人類生活然後不斷不斷的堆疊累積起來的 這個所謂的實踐智慧 你要有實際的經驗 你才能夠得出智慧 這是經驗主義 這也是保守主義思維 他們最喜歡思考問題的切入方式 在華人世界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中國改革開放有一個重要推手 叫鄧小平 他曾經講過摸著石頭過河 為什麼要摸著石頭過河 他不是告訴你怎麼走 你可以按照什麼道路去走呢 他是跟你講說摸著石頭 你這邊走錯了 可能就走另外一邊 因為鄧小平這個就是試錯 他認識世界的方式跟博客是一樣的 經驗主義 他認為沒有人類社會沒有一定的公式 你要在錯誤當中學習 然後你要留給後人 以現在學習錯誤得出來的智慧 這叫做中國式的這種經驗主義思維 他也是具有保守主義的這個色彩 那我們今天講這麼多 歸結一下潘恩代表這個理性主義 博客代表經驗主義 簡單來說理性主義就是用理性去掌握原則 用原則來統治世界 那經驗主義這邊呢 他是用觀察去尋找智慧 用智慧來治理人間 在簡單的歸結 理性主義就是有原則 經驗主義就是接地氣 我們今天分享這麼多 關於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 不曉得各位觀眾朋友 你們平常在思考問題是比較偏好 什麼樣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呢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意見的話 也歡迎你在我們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也歡迎你點贊 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今天這集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